东森财机新闻 陈生如和坤源 台中采访报道 抢人才对企业来说真的是很重要 现在呢 抢人才倒是有不同的新PayPal 相信呢 有企业主很怕硬增到妈宝 因此呢 现在饭店业者就主动邀请 这个求职的新鲜人带着父母一起来面试 希望呢 可以降低离职率 接着呢 看到科技大厂真才 则是呢 大打分红 掌精湛 那像是鸿海总市长郭台铭 也是直接向Google呛杀要来抢人才 更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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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人求职 父母比他还紧张 父亲一旁加油打气 妈妈则帮忙整理服装仪容 新鲜人找工作出体验 带着父母一起上阵 有时候看到网网上面资本资讯 不想说可以帮父母亲 父母亲陪同一起面试 参观工作环境 还帮女儿问薪资福利 连工作内容心不辛苦 也要关心 会不会很累 比如说工时方面呢 会不会很拉得很长 其实这是金华酒店真才新花招 主动要求应征新鲜人 找爸妈一起了解工作环境 今年大举真才400人 起身从25k到35k不等 只要人才留得住 企业不怕 应征到妈好 我们希望借由提高这样子 跟父母的双向沟通 能够提高他在职场的留职率 饭店业找新人 出镜怪招 但民众认为找父母一起面试 根本是多此一举 因为这个是自己要去跟家人沟通的问题啊 如果企业连这个都要考量进去的话 那我会觉得应该把时间放在怎么样经营 一样找人 国民饭店则是开出优渥条件 先进员工 每年有固定的抽奖回归 还能持股信托等福利 预估4月底大举真才100人 真才诉求特别的还有他 不怕郭董开三倍薪水抢人 网络搜寻引擎龙头 Google今年大征财 照软硬体工程师 销售业务要找数百人 Google的人才 他们都是自己争取自己的机会的 这个人不和我们继续在进行 大企业人才慌 有人技术高薪 有人找妈宝 看来企业找人为财试用 成了新指标 东台新闻黄历委 汪林奇台北报道 房产中命的消息 在局情团综合报道 饭店业者这回征财出新招 邀请应征者带父母亲一块来面试 这是因为有调查显示 有高达七成的毕业生 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都会征询父母的意见 另外还有养成的员工 是因为爸妈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而要求离职 所以这回业者干脆突发奇想 让父母亲一块参加面试 希望能够可降低员工的离职率 这边是我们的礼宾司 礼宾司负责的话 就是客人入住期间的 习一住行交通 所有的资讯 我们礼宾司这边都会协助 饭店人资部主任向应征者 介绍工作环境 一旁是应征者的父母 他们最关心的是 要不要轮班加班辛不辛苦 国内饭店征裁 舍度邀请应征者 带父母一起来面试 希望降低离职率 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小小的调查 大概有七成左右的大学生 他们都觉得说 会愿意参考父母亲的意见 甚至于让父母亲来跟他们商量 决定他们能不能进入 或者是想不想要进入这个职场 调查显示 有高达七成的毕业生 找第一份工作会征询父母的意见 另外还有两成的员工 是因为爸妈不喜欢孩子的工作 而要求离职 房间业者干脆让父母一起参加面试 只是找工作要爸妈帮忙观察 恐怕让新鲜人变成妈宝 因为确实有很多的现在年轻人 他们在找工作上面 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想法跟意见 所以我们觉得父母亲 如果能够给他正向的支持 让他们就说 给他意见不是坏事 金华应征四百位员工 开放父母陪同看职场 另外一家国宾饭店 寄出抽奖 员工持股信托等力多 吸引人才 局势总会台北采访报导 通过航空为了响应政府的加薪政